虎杖 中药明 为了颗植物虎杖的干燥根莖和根 春 秋二季采蛙 除去须根 洗净 趁先切短段或厚片 晒干 分布于西北 华东 华中 华南及西南等地 具有立湿退黄 清热解毒 散于止痛 止咳化痰的功效 用于湿热黄胆 临着 带下 风湿臂痛 臃肿疮毒 水火烫伤 精臂 蒸甲 肤打损伤 肺热咳嗽 虎杖的功效与作用 一 胃微苦 性微寒 驱风立湿 散患定痛 活血通经 化痰止咳 解毒抗癌 二 主治肝癌 淋巴癌 绑龙癌 胃癌及白血病等 对湿热运结者效果有加 虎杖的药用功效 一 湿热黄胆 虎杖胃苦性寒 有清热立湿之功 致湿热黄胆 可每日单用本品三十克 水间分二 三次浮 也可配五阴沉蒿 山枝 黄泊等同用 如为胆囊炎或胆囊结石兼有黄胆者 可配五筋浅草 肌内筋的功效与作用等 下胶湿热鳞灼带下 常配五黄泊 易蚓人 碧蟹等同用 若为尿露结石之沙磷 石磷 则常配金钱草的功效与作用 实为海金沙等 带下阴阳 也可单用本品煮水冲洗 二 热毒臃肿 虎杖微苦微寒 能清热解毒 可以内服 也可外用 治疗臃肿和毒舌咬伤 可煎汤内服 治疗水火烫伤 可用虎杖细末加芝麻油或浓茶的功效与作用水调肤局部 亦可水煎浓汁用纱布占了湿肤 对于热毒朱症引起的大便干节难解 本品有谢火通便之功 大便一通 热症易一解 三 肺热咳嗽 虎杖在现代用治疾 慢性支气管炎和大液性肺炎等症 单用大伎量肩服 或与黄禽的功效与作用 杏仁的功效与作用 琵琶叶等同用 有清热化痰 只可平喘之效 四 必经痛经 虎杖胃苦入肝精 有活血型淤作用 治疗淤血内足所致必经 痛经者可与茧草 马鞭草 一亩草的功效与作用 当归的功效与作用等配物 致跌打损伤 淤质疼痛 可与乳香 墨药等配物 产后恶露不尽 小腹疼痛拒暗者 可单用内服 对血淤不行 气肌被阻 积节而成之正甲击具 可配三棱 额竹等同用 五 筋骨疼痛 虎杖趋风湿止痛 通经络 对气血淤致小通 关节红肿灼热之臂症 可单用水肩服或进酒服 也可以与防风的功效与作用 防脊 枪火 琴胶等趋风湿要同用 如太平盛会方 在虎杖散致顽臂关节痛 虎杖配穿污 贵心 党规 赤勺的功效与作用 穿胸 琴胶等 虎杖的副作用 孕妇慎用 虎杖中含有大黄素 柔质及多种分性化合物 有小毒 超量服用可刺激为粘膜产生反应 不良反应主要表现为恶心 呕吐 腹痛 腹泻 肠胎 肤痛 腹泻 长期服用有血小板减少及出血钾倾向 大剂量可造成肝细胞损伤 引起肝功能异常 导致白细胞减少 呕见血尿 虎杖所含柔质可与维生素B1永久结合 故长期大量服用虎杖时 应酌情补充维生素B1 不良反应主要表现为恶心 呕吐 腹痛 腹泻 肠衣湿水过多产生昏迷 虚脱 休克等 长期服用有血小板减少及出血钾倾向 大剂量可造成肝细胞损伤 引起肝功能异常 导致白细胞减少 呕见血尿